疫情开启了科技与病毒的赛跑 在台湾协助对抗COVID-19的抗疫帮手之一 就是这一柜一柜的伺服器 它是台湾第一座AI超级电脑 台湾山二号 台湾山二号截至今年6月 在超级电脑计算速度排行榜TAP500 排名第45 它每秒可以进行176万张AI影像训练 这个运算速度能替各领域带来莫大帮助 举例来说过去疾病检测需要一周分析 有了超级电脑的帮忙 只要12小时就可以验出结果 到底超级电脑怎么组成 又为什么能有如此庞大的运算力呢 一台超级电脑可能它占据的空间 就是一个很大的房间 甚至像一个仓库这么大 那它的耗电也是非常的大 原因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一台电脑 它能够产生出来的算力 或者是储存的空间相当的有限 所以为了要扩大 它的计算量跟容量 我们就用很多台 很多台这样子的机器 用网络把它串起来 来达到更高的容量 台湾山二号是在2018年建成 是科技部为了加速推动AI发展 决定以四年五十亿元的经费 建构国家级云端服务 及高速运算平台 像是积木一样 一块一块拼起来 一旦组成 计算能力跟容量 就会是倍数成长 为了要让这么多台的电脑 它能够在交换资料的时候 可以快 否则你就跟一台一台电脑 比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 它们中间必须用一些软硬体的技术 让这些几百台或是几千台的电脑 它们在交换资料的时候 是最快的 所以它们可以打群体战 也就是说这几百台几千台 合起来来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它可以是几百倍 或是几千倍的这个速度 那原因就在里面的软硬体 还有中间的网络层的 一些技术上的调教 全球对抗COVID-19 已经打了超过两年的持久战 如今在传新形态变异株出现 为了加快速度防堵病毒扩散 并找出完全抑制病毒的疫苗 各国无不加紧脚步 借科技力量找解方 局会中心不敢大意将从基因定序来看 是否为这一款新变异株 根据它变异的点多 那专家们预期就是说 相对的请得些保护力 疫苗保护力可能会降低 但是并没有实证的科学 台湾从今年7月开始 实施入境全面PCR检测 若检测出阳性结果 就得进行病毒基因定序 但这个专有名词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在防疫上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现在医疗我们都要讲精准医疗 那精准医疗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知道你的基因的组成 那就需要有我们定序 那定序完以后我们就要去分析 但是在分 我们这个序列分析完之后 我们怎么知道它有疾病 其实它前面还有一个很重要 是我们要有很多人的基因序列 去分析 每个DNA就像是一本 大大的遗传密码本 透过基因定序把密码列出来 大规模解码基因资讯 这样一来经由解码比对 不仅可以确认病毒种类 还有更大几率即时检测出 新的突变病毒 换句话说 基因定序能用来推论 病毒突变过程 掌握病毒的演变模式 20年前SARS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所谓的基因定序 还没有发达 那大概一个礼拜 才能做出一条定序出SARS的基因 那加上后面的处理 大概就花一两个礼拜 才能针对这个基因 我们去找出适合的疫苗 或是才能去开始研究 但现在来讲 我们现在一周 一个一天就可以处理到6000条 基因的序列 这样的来讲的话 我们在研发疫苗 这些反应都比较棒 而不只COVID-19 随着许多研究证时 疾病和基因有密切关联 基因定序运用的范围越加广泛 但不论要加速配出有效疫苗 还是做孕期或癌症检测 要将未知变成已知 需要庞大的运算能力 如何训练更多 兼具科技与医疗知识的 跨领域人才 成为当务之急 这个大概是1917年 西班牙流感以后最严重的 面临的大灾难 借COVID-19的病毒序列 进行小组实验和讨论 阳明交大就开设了 工程与计算生医产业硕士产学专班 学生要学的除了生计医疗知识 还有操作运算的能力 医学本身是经验的科学 过去是经验的累积 常常你问那些老塞夫说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他说我也不知道 好像就是经验多了 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大数据科学其实是一种概念 我们在做一些的资料的汇整 我们透过AI其实叫做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可是都可以拿来使用 在实际的场域上面 那对于未来这种各个领域 导入到这个医疗 我觉得这是放心为爱的趋势 林校长解释 譬如对于新冠肺炎 血氧浓度侦测来说 最重要的血氧剂 能够透过云端运算与AI技术 提供讯号警示 让一位护理人员 有能力照顾好几百张床的病人 阳明交大的实验智慧病房 更展示出AI科技 如何帮助医疗工作 既减少人力 又能增加精准性 病患因躺下 就能立刻侦测到血压心跳 X光脑部扫描 利用触控萤幕 3D检查找出问题 这都需要科技人了解医护流程 才能帮得上忙 所以趋势就是这样 第一个 以后趋势是数据整合 虚实融合 多云混合 这三个是ICT未来能力 那经常不能独自说 我软体很强 可是我一定要结合 在这个Bio这一块 这个有一点Hybrid的概念 那所以透过这样合作 我认为可以培养出 台湾的世界级Bio的 Technology Research的人才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科学结合医学 产学结合学术 各方跨领域相互激荡火花 要在这场与病毒的赛跑中 打得头筹 其实我认为软体影师可以定义一切 我认为演算法可以统治世界 我认为ICT本身一直在redefine 可以redefine ITOT IOT跟AIOT 所以从AI的角度看到半导体 跟AI角度看到医疗 是一样的东西 都是谈数据训练演算 那台湾很厉害的就是 这个高速运算的伺服器 Server server 那high promise computing 那这一块的优点就是说 它在运算能力 在尤其用云的架构的时候 运算能力非常棒 第二个是演算能力 台湾的演算力 如果结合这个科技半导体 这些这么多的ITOT的数据 它事实上是已经可以 可以制成一个精准的医疗 包括这一次的这个BioICT一样 对变异的病毒或是基因的变异 你可以去更快速的找出 相对应的缺陷 以及怎么用去修复 弥补 弥补 还有检测 那金城认为软体跟一家具有半导体 Background 工程的这个像阳明交大 是Perfect Match 那为什么是Advanced的这个硕士专班 因为产学共研共创共享 这是最重要的事 而我们有没有可能 Go Global 是关键 如果你这个东西没办法 就像疫苗 你没办法Go Global 那最后Scale上不来的时候 你的Sustainable延续的资金 就没办法持续的研发 对不对 研发新药或是这样 所以金城把最有价值的一块 就是软体平台 加上云端这个架构 运算的架构 可以处理工有云 石油云的架构 结合第三个就是数据的整合 所以趋势就是这样 第一个 以后趋势数据整合 虚实融合 多云混合 这三个是ICT会来的能力 那金城不能独自说 我软体很强 但是我也要结合在这个Bio这一块 这个有点Hybrid的概念 那所以透过这样的合作 我认为可以培养出 台湾的世界级Bio的Technology Research的人才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Go Global这个市场 你现在想Mega Trend是什么 Mega Trend是未来十年的Big Trend是什么 就是多云混合这四个字 虚实融合 元宇宙这些东西 然后数据整合 还是这三件事 那什么决定谁能够胜出 就是你数据软体决定 那数据软体为什么决定 因为有数据软体 你可以训练数据做AI演算 我举一个例子就好 为什么黄仁勋 NVIDIA 他在元宇宙 必须在虚拟的地方训练 几十亿个robot 然后训练完之后 才Deploy到Millions of Robots在Local 也就是说 这个环境的训练 这个市场极大 那我回到一个现实面 云的伺服器好 台湾是不是很多电子五哥 制造业 请问Google Azure是不是把他的云中心 落地在台湾 一个云中心可能是几百亿的采购 几百亿采购 那如果他们都各要落在台湾六个云中心的话 那是好几千亿 请问这个生态圈 有多大 他不会只买一台电脑吧 他要不要开机房 他要不要做Networking 要不要做Storage 要不要做Managing ICT的这个 产品组合的这个Upside 从这一点你就可以完全清楚 这还是台湾哦 第二个问题 美国的这些设备的采购 跟那个会不会落在香港 所以香港的商机也会跑到台湾来 对不对 第三个 全球供应链重组之后 所有台湾的能力 包括自驾车 PC 手机 IPC 工业电脑 全世界都需要 晶片又在台湾制造 可是这里面 掌控这里面的运筹 为我还是云软体 这些AI 所以换言之是说 我对这个多元混合的虚实融合 数据整合 这三个的愿景 Megatrain是完全百分之百相信 我昨天看了一个数字 供给你参考 NVIDIA昨天的数字 比Intel 大一个台积电 NVIDIA比Intel 大一个台积电的市值 也就是8000多亿的美元 可能减掉2000亿的Intel 等于6000亿的台积电 他比他多了6000亿 那怎么 他做什么 Janssen 华晨迅做什么 很简单啊 他其实就是做 AI软体 GPU上的一些 模拟运算 给自驾车用 给贯导体用 给医疗用 他本来是做Game OK 所以以后晶片呢 各种各样的 我们叫做 ASIC 就是专用性的晶片 像Apple是不是自己做的M1晶片 那你可以想要知道 Tesla会做这些晶片 可是都会回到台湾嘛 对不对 那台湾的未来也好不好 非常好 我觉得非常好 可是这么好的一下 要不要有一个Cloud 去做生产 运算 然后再部署 我们叫DevOps DevOps 这种 DevOps 这种 所谓的CICD 这种Technology 这种东西就是说 你开发测试到版本更新 到部署 是Autonomous 全自动化 不是Automation 是Autonomous 自主化 自动化跟自主化完全不一样 自主是他自己会修复 自己会更正 自己会演化更好 自我学习 可是自动化只是 好像机器人讲 我做完给你 你做完给我 所以Autonomous跟Ottestration 协奏 Ottestration就是协奏 就是 那在数据跟软体方面 我认为是未来 台湾最大的一个 可以关注的核心力 这也就是金城 现在最重视的能力 我们把这个拿出来 拿出来 跟有半导体能力的 在某个医疗领域 共同研究 那我们Hopefully 我们可以从这个 里面找出几个解决 变异 或是新药 或是生物科技的一些 解决的一些 更好的方法 不是说药 药都有了 但是你要更有效益的 更没有副作用 更精准 大概是这样 大家好 我是史建华 毕与教大生物科技 副主 那现在副主 高奥的 竞争集团的高奥特殊 团队 和基因主 大家好 我是洪平超 大学毕业于 教大生物科技系 所以我和这次交大生物资讯所 目前这支 与 竞争集团 高奥特殊的 精英团队 那这个专班之后 首先是第一个 国防医配报考这个专班 那国防医呢 我们是 国防医是不能报考这个专班的 那如果想要报考这个专班呢 其实它是比国防医的调价还优秀 很优良 那第一个就是 我们 会有两年三四万的补助金 那还有提供一个 产业时期的机会 那又可以在暑假的时候 来这边实际 那让您在 你的学习之后呢 兼顾不到学业以及未来发展的用心 那么就我们这一个专班的话 有讲学性 或是其他的奖励吗 那竞争集团就提供了两年 两年三十万的补助 那这个是 就是在毕业之后呢 然后再来我们技术集团 可以直接来就业 那我相信 这个产专班里面的四职呢 训练呢 以及我们技术集团里面的 这些学章技 他在 不管是在技术领域 他生物资讯的领域 然后他有基因的领域 他甚至是 那个 Cluster 然后这种超级电脑的 这类加设的平台 那都可以提供你很好的 学习环境 这个产专班听起来还蛮不错 那请问一下 那个 考试的 科目 方向 有什么 建议的吗 那这个 这个产业班 现在考试 就可以从两个去选择一个 那 您智希语医毕业的话 可以选择 现行代書 那如果是 聖科语医毕业 可以选择 生物化学 那这个准备方向 那其实任学里面讲一下就是 只要您在学校学习 有上过相关的科目 那就执行的去研究 而执行的去看 里面的每一个定理的 定理的原理呢 然后试着去执行的证明 那生物化学方面呢 那您也是可以去看一下 您上课里面的这些 课本的内容 然后 加上您的学上您的理计 那我相信是 可以在这个 考试里面 得到很好的成绩 那 如果考试这一个 研究专办之后 那我们终于 想要专系 或是专系 那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那我这个专办呢 是不容易分局 但是我相信 第一名进来的课本 那我除了提供这个 讲述学型之外 然后 这个 里面的实施呢 跟这个 精神集团的学上 其实我们提供了 这些 我们学习环境的 那是不是可以看 我们在 未来就业的时候 是很好注意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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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